还不到农历五月,翠花这里就开始收麦子了。 尼泊尔这种山地梯田,麦子成熟时间有早有晚,纯野生环境自由生长的麦子,并不像咱们这里统一收割统一播种,这里山市起伏海拔不一。 麦子成熟的也或早或晚,或高或矮,或胖或瘦。 这一行行一排排一栖栖一笼笼的麦子,看起来长得虽然人高马大的,麦穗却很少,收成也不高,不知道是品种的问题,还是土地贫瘠营养不足。 麦苗长得植株很高,麦穗却很小,可能是在抽碎灌浆的世界,没有及时追加肥料。 养分供应不足会导致这样的问题,今天一大早,一大家子人齐上阵来到田间收麦子。 翠花拿着镰刀弯着腰负责割麦子,天来负责把捆扎好的麦子堆在一起,方便运走。 咱们这里收麦子的时候都是在五月酷暑时间,天气也特别炎热。 我记得小时候家里收麦子时,我都会跟着父母一起去地里帮着捆扎,每次都会累得汗流加倍。 而且麦芒刺的人浑身其痒难耐,不过现在咱们已经普遍都是机械化作业,不用在人里一点一点收割。 但尼泊尔依然采用全人工的方式完成,麦子收割完毕之后,剩下的麦田是牛儿们的乐园,那些遗漏的麦子就是牛羊的美食。 这片麦田,离家距离挺远,收割完后还需要背着运回家中。 翠花和天来一人背着一捆麦子,一行人沿着山路磕磕绊绊往回走。 麦子的分量不重,但是也架不住山路太远,往返一次也并不容易。 山路狭窄难行,连个架子车都没办法使用,只能靠人力一点点往家里背。 天来背着一捆为数不多的麦子。 走得极为缓慢,不多时便已掉队。 一个人被远远地落在身后,她缓慢地往前移动着步子。 看来天来回去又免不了要挨骂。 请继续观看。 翠花和天来家里收麦子。 两人背着收来的麦子远途跋涉背回家中。 架在墙角的屋檐下之后,翠花也没有闲着。 便立马准备生活煮饭。 很多人都说翠花太懒。 其实在我看来她一天到晚手足无措。 有时忙地搅打后脑勺。 很少有歇息的时间。 天来一天到晚放羊放牛,在外风餐露宿。 但是没有任何闲杂式干扰。 不像翠花一睁开眼,就要照顾孩子的吃喝饮食。 四五个孩子七八张嘴都指着她一个人。 所以她根本无暇顾及个人卫生和生活细节。 只能勉勉强强地维持一家人的生活。 今天忙一天自然要吃点好的,犒劳大家。 翠花从袋子里舀了半锅大米。 用水简单淘洗后,倒进昨天的剩饭锅中大火炖煮。 当地人都有不洗剩饭锅的习惯,主要在于每次都会剩下或多或少的剩饭。 铲出来也没有地方放,还不如任其留在锅里。 第二天加清水和新米一起炖煮,既省事又省心还能省粮食。 大米加入饭锅后,用勺子随意搅拌均匀。 在天上几根柴火,旺旺的炉火将锅中的米饭滚的翻来覆去。 一直煮到米饭膨胀吸干水分后,盖上盖子。 小伙们煮上五六七八十来分钟,趁着煮米饭的功夫。 翠花在院子里又架起炉火准备做菜。 一家人今天特别辛苦。 翠花特意让天来去买来几斤羊肉犒劳大家。 平时很久难得见一次婚姓,众人也都对今天的晚饭充满期待。 翠花坐在院子里,一边切肉,一边左顾右盼,也不知道她在找什么。 像是有些提心吊胆,偷偷摸摸,不知道的人还以为羊肉是她偷来的呢。 请继续观看。 翠花坐在院子切羊肉,准备犒劳大家。 今天翠花家里收麦子。 公公婆婆和林李都来帮忙一起收割。 作为回报,今晚准备煮上一锅羊肉吃。 翠花坐在院子里,把柴刀架在地上。 用手抓住羊肉,再刀上来回往父切割。 她这种割肉的方式实在让人不太习惯,看起来既笨桌有危险,而且肉块也处理得不会太惊喜。 翠花看着这么多人等着吃饭,所以三下五除二,快速胡乱地将肉切成小块之后。 在炉火上架上炒锅,锅里倒入菱形的一丢丢食用油。 帮忙的公婆和林李坐在翠花身后的走廊上,一边聊天一边静静地等着吃饭,也不知道被翠花打把手。 当地人麦子种植的位置不同海拔不同,成熟的时间也前后不宜有早有晚。 于是便形成了这种互相帮忙收割的习惯。 因为麦子一旦成熟后,如果收割得不及时的话,再赶上连绵的大雨,就会把麦子吹到严重降低产量。 何况这种野麦子本身产量也不会太高,如果遇上大风大雨,便有可能会颗粒无收。 因地质疑形成了这种互帮互助的林李关系。 这在农村非常常见,小时候老家也是农忙时三五家组成团,一起收割一起打麦子。 现在想起来那种生活也蛮有乐趣的。 翠花把肉倒入炒锅大火翻炒,眼见天色已经不早,婆婆和帮忙的邻居坐在身后,倒也并没有表现得多么急促。 因为当地人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,即使吃完晚饭回到家中也无所事事。 还不如和亲朋林李聚在一起聊聊天吹吹牛。 羊肉一直煸炒至失去水分后,在锅里撒上几粒粗盐倒入半锅清水,盖上盖子。 小伙伙们煮上五六七八十来分钟,即可出锅。 今天的人数较多,翠花特意煮了两锅米饭和一锅羊肉。 众人席地而坐等着翠花负责分配食物。 满满的一锅羊肉却依然没有配任何蔬菜。 要是能够配上土豆萝卜一起炖煮,荤素搭配,分量也十足。 不过当地人并没有这样的意识和习惯。 众人围坐在一起,吃着米饭配羊肉,喝着自酿的米酒,吹着轻轻的晚风,听着田间的虫鸣。 只要一时无忧,就再没有其他更高的追求。 这是真正的田园生活,平淡无奇,却也恰是生活的本真。 感谢观看,谢谢观众,下期更精彩。